二 三 八 恭喜 与之乡德化国小有58年的历史 而在先议员石庆龙的努力之下 终于改名为伊达少国小 并于今日上午举办街牌仪式 今天是我们德化国小 刚名为伊达少国小的街牌典礼 非常感动 非常感谢 我想这个意义对我们日月村 对我们伊达少部落 所有的居民 包括我们的族人 意义是相当的重大 再次的感谢我们县府长官贵宾 大家的关心 包括我们村民跟族人 大家一起的共同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一个成果 现议员群文才表示 很高兴德化国小在正名为伊达少国小之后 举办街牌仪式 相信未来能够借此让别人了解 伊达少国小 就是具有少族文化的小学 民主的结局 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些正名的运动 那当然在这边也非常的高兴 我们的伊达少国小能够接牌 那希望以后让我们全国 还有我们乡内的同胞知道说 伊达少是研究民的小学 这是我们伊达少 少族的一个最基础的 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希望他们以后这个校医院 能够蓬勃发展 然后配合我们的日月堂观光区 发展出非常有特色的少族文化 肖志全议员也希望 在更改为伊达少国小之后 除了能够保有少族文化以外 也能够促进族群间的融合 希望说除了更民以后 能够保有他们少族原有的文化 让所有的学童 包括社群民众 能够对我们原住民族 能够更加的尊重跟融合 在这多元的文化的这种浪潮下 能够为未来的我们的伊达少国小 带来更多的资源跟助力 让孩子们能够对我们少族的文化 也能够再多一层的认识 德化两个字对于原住民朋友来说有不雅的意思 但经历各单位努力之后 以改名为伊达少 议员们感谢各单位的用心 也期盼在节目落成典礼之后 除了能够保有少族传统文化以外 也能够促进族群间的融合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道